在这里你能欣赏到最优美的海岛风光 在这里还有世界级的宾威珍惜鸟类让您一宝眼福 在这里瑜伽大嫂们用最地道的手艺做出了最具特色的海鲜美食 在这里主持人张露心将带您体验海王九岛的神奇魅力 欢迎收看今天的身材有道 想你时穿了一遍 分总是你 生产有道 织布从这里起步 大家好 我是张露心 我现在是在辽宁大连的庄河市 这里是黄河海域上的一个小岛 我身边这位大姐 她们可不是普通的瑜伽大嫂 虽然她们家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 都是渔民 但是如今的她的身份不一样了 她可是这里一个旅游度假村的老板 江燕 孙大姐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这里是辽宁大连庄河市的王家岛镇 这个镇是由大大小小九个岛屿组成 当地人称海王九岛 岛上居民祖祖辈辈以渔业为生 不过在最近六七年来 岛上的很多瑜伽大嫂纷纷干起了新的影响 开办度假村或者家庭旅馆接待外来的游客 男人干养殖 出海打鱼 或者到外面打工 女人大部分都是干我们这个家庭旅游 都也都是可以自己利用自身的条件 把这个旅游干起来 都是为了发家自负嘛 在海王九岛的瑜伽大嫂当中 江燕是第一个从事旅游接待的人 那是在1994年 当时江燕刚刚结婚没几年 丈夫在镇政府上班 她自己在家开了一个小卖部 家里还承包了十几亩水面搞养殖 日子过得简单而平静 可是随着两个孩子的陆续出生 江燕渐渐感觉自己手头越来越紧 一天下午江燕走在街上 恰好碰见几个外地人 然后她就问我 说你们这个什么地方可以洗海藻啊 我说我们门前那就可以洗 然后她说 我们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看看 我说那你就跟我去吧 几个外地人来到江燕家门前的海滩上一看 大家都很满意 决定留下来玩两天 可当时岛上连一家宾馆或招待所都没有 他们不得不再次找到江燕 她说我们在你们家住可以吗 我说可以 但是那时候真是不知道价格怎么讲 没有跟她讲价格 你在这住吧 吃什么东西 我们那时候全都用盆去散 几个外地人在江燕家里连吃带住玩了两天 临走的时候要付钱 可江燕说什么也不肯收 就全当多个亲戚吧 然后就没收钱 但人家不行 人家说怎么地也得收钱 就算不给你爹辛苦钱 人家说你这不有两个 有孩子吗 钱扔给孩子吧 所以走之后就扔了几百块钱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没过多长时间 陆陆续续的又有几拨外地人来到这里旅游 而且直接找到江燕 请她帮忙解决食宿问题 原来这都是前面那几位游客介绍过来的 一年下来江燕算了算账 光是接待几拨外地游客 她就赚了两千多块钱 比小卖部的收入还要多 这一下江燕尝到了甜头 她决定把家里闲置的房子全部腾出来 开设家庭旅馆 专门搞旅游接待 1995年江燕的家庭旅馆纯收入达到了六千多元 原因很简单 慕名来海王九岛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 那么海王九岛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套什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呢 瞧瞧张露鑫兴奋的表情 接下来的旅程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刚才坐快艇啊 在这个海王九岛的海面上兜了一圈风啊 我觉得真的是这一路都在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啊 因为这些岛屿和礁石真的是千字百态 造型各不相同啊 哎呀 你看我身后这个 这岛我总觉得是似曾相识 好像在哪见过 姑娘 你给我说一下 你们这个岛叫什么名字 这个岛是叫做观象岛 它的路径面积呢是仅有0.01平方公里 0.01啊 是 这边是大象的鼻子 对 大象的 身体和腿 对 你看到它的腿是顿厚有力的站在沙滩上 大象的鼻子跟身体之间形成了一道拱门 与观象岛距离最近的是这个只有0.05平方公里的小岛 你能看出这个岛的形状像什么吗 当我们的游船沿着岛屿南侧密向而行的时候 眼前的景象就像一只海龟的头部慢慢的缩回到龟壳当中 没错 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神龟碳海 这个小岛名叫海龟岛 海王九岛的9个岛啊 每个岛的面积呢都不大 所以啊 你走在任何一个岛的任何一个位置 你都搞海浪的声音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惬意啊 刚才呢 我跟老乡聊他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说 在他们当地渔民的眼睛里啊 有一个岛是最奇特 最神秘的 名字叫做元宝岛 到底是怎样奇特和神秘的一个小岛呢 我当然是得去一探究竟 不过现在呢 天起了大雾啊 能见度只有一百米左右 我们不适合出海 等天晴了 我们一起出发吧 第二天中午 海王九岛浓雾散去 很快变得阳光明媚 张璐欣终于如愿以偿 登上了元宝岛 这元宝岛啊 它在海王九岛的9个岛当中呢 是在最东北方向 面积呢不大只有是0.15平方公里 这个元宝岛啊 它跟其他岛比起来 有一点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岛上呢 它没有常住居民 但是它又是所有岛当中 最热闹的一个岛 听 听到什么了 这个声音啊 就是来自这个岛上 几万名的特殊居民 瞧 就在那儿了 上岛之前啊 我是特意请教了鸟类专家 专家告诉我说呢 在元宝岛上居住了 大概有四五万只的海鸟 主要是有海鸥 白鹿 还有卢瓷 那么除了这三种鸟类之外啊 听说还有一种特别特殊的鸟类 它的总数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只有两千只左右 非常的珍惜啊 可以说是鸟类中的大熊猫 如此珍贵的鸟类啊 在元宝岛上竟然住了五六十只 当地老百姓告诉我说 这种鸟它的外貌非常的漂亮 气质特别的高贵 哇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鸟类 走吧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想要看宝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在元宝岛的承包人 许先生的带领下爬到了山顶 在这里已经有一些外地游客 架起了相机 潜伏在树丛当中 目标在哪呢 原来就在远处那块大礁石上 整个礁石上密密麻麻的 栖息着几千只海鸟 我们寻找的目标 就生活在这块礁石的顶端 这个鸟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我们还是得请专业人士啊 就是这个元宝岛的岛主 来给我们讲一下 它呢也是从这种海鸟保护工作 十三年了 许建波 老许 你先我说一下 你们这个超级怪奇 这个鸟类到底是叫什么名字 它叫黑脸皮鹿 黑脸皮鹿 哦 我大概明白了 在远远的 我现在看的这个鸟的 它的身体是全部是白色的 这个好像是嘴巴 眼睛这儿是黑色的 对对对 是因为脸皮黑的 黑脸皮鹿 那这个黑脸皮鹿 它跟其他的候鸟比起来 有什么特别特殊的生活习性呢 它这个鸟很有特点 比如说它那个 它是终身的一肥其致 哦 它这个家庭呢 非常非常和睦和谐 对 情是比较中间的 比较中间的 到目前为止 没发现有离婚的 比如说在这个 这个在服务幼鸟 这个过程中啊 它呢 这个家里史农有一个 看护幼鸟的 有另一个徒弟去逆食 但是不一定固定的 谁累了谁休息 另一个徒弟去逆食 哦 那当我说就是人家是完全做到了夫妻分工营党 不像我们所说的什么男主外呀 女主内 这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朋友们 得好好的测讨一下吧 是不是应该像我们的黑脸皮鹿学习一样了 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传统思想 曾经给江燕带来了很大困扰 在他刚刚开办家庭旅馆的那几年 遇到的最大难题是 他的丈夫一直强烈反对 我如果要是说在码头啊 遇到游客 把游客领回来 他如果要碰着我 他肯定把头转过去 全都没看见我 江燕每天要去码头联系游客 把游客领回来还要做菜做饭洗洗涮涮 同时他得照顾两个孩子 里里外外都是他一个人 指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搭把手 根本不可能 他那时候就是为了阻止我不干这个 下班回来也不帮我干活 也不帮我看孩子 完了还给我摔脸子 经常算是 整天在外 跟他们游客接触 游客还是实在这种 封建这个事情 所以说我是 距离反对他 江燕是海王九岛第一个开办家庭旅馆接待外来游客的人 那几年周边居民也对他的做法议论纷纷 甚至在背后指指点点 说土话就是老娘们都在家里干点活送孩子 别想那么多别那么野 有一天江燕忙着给游客做饭 顾不上照看孩子 结果孩子跑到外面去玩 不小心掉进了海里 幸好被父亲干活的工人看见 把孩子救了下来 哎呀我当时就别提有多难过了 说所有的这么长时间的委屈呀 还是说是憋屈的事都凑到一起了 再加上孩子这一吊水里头 我当时啥也不顾了 在海边坐着抱哈 就是好吵大哭一顿 当时哭完了之后呢 还没哭完 我那时候还有爷爷公公 爷爷公公指的鼻子给好的骂 就是说你们只哭挣钱 不要孩子 其实这句话说的我确确实实委屈 委屈归委屈 江燕从没有打算放弃 她开始尝试着跟丈夫沟通 想方设法做她的工作 希望得到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我和你共同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咱以后孩子生活都要好一点 比别人强一点 同样咱都是人 年轻能过得那么好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呢 我说你要这么想 咱俩这碗一块死 害臭以后生活不好吗 讲很多词 后来我也理解 江燕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 对待游客 她的原则就是四个字 诚实守信 无论是新面孔还是回头客 江燕总是想方设法 让他们吃得好吃得饱 而且在岛上玩得开心 各位打扰一下 你们从哪儿来旅游的呀 白山来 白山 吉林白山 来这儿觉得海洋酒店怎么样 很美呀 玩的地方玩的像不多 不计可以玩海 可以玩山 还可以看到山景 那你觉得这是最好玩的 我觉得哪个都挺好的 哈哈哈 这出来玩的这里 不要玩好 吃也是很重要的一道面 吃得怎么样 尤其是吃点 吃点太好吃 哈哈哈 说的还是吃点 我的说的都是这里话 咱们是从哪来流的呀 广东的 广东的 广东过来的 你觉得怎么样了 挺好 挺好 玩了哪些旅游项目啊 玩了哪些项目啊 在这儿 救鱼了 看伴海盘的了 那你觉得最好玩的是哪个 我们救鱼啊 钓鱼做赶快 上船了 咱们今天是要出海钓鱼 因为这个海钓是来海王九岛旅游 是必玩的一个项目 江大姐知道我来附海钓鱼 特意给我找了一艘渔船 说这个渔船上的船老大 他的钓鱼经验是非常的丰富 只要我跟着他 据说一定会漫载而归 真的吗 我好期待 小老大你好 走吧 咱们今天去哪儿钓鱼 去上那个 别的岛上 走 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钓鱼 是拿一个杆 啪你甩 特有范儿 这个你看就是两个 这是天驼是吧 这是天驼 天驼 然后上面勾了两个鱼线 鱼线上面有两个小钩子 钩子上面是鱼饵 您那个鱼饵是拿什么做的 海兔 小海兔 那就是这个黄鱼黑鱼 是爱试海兔是吧 对对对 得嘞 咱们叫鱼 不用甩吗 不用甩 不就放到水级前来 那啥时候知道能有鱼上来啊 鱼吃购它可抖啊 有东西拽我不是吧 哎哎哎 我试试看嘛 弄漆了 被吃了吗 叫叫叫叫 我叫的 哎呦 这是一条黑鱼是吧 不大不大 看看跟我的手比一下 没有没有我的手 这个鱼我知道 这个黑鱼汤啊 特别特别的鲜美 这个在当地呢 有一种说法啊 就是黑鱼特别有营养 要把这个鱼头啊 留给老人来吃 而且呢 他就是对于这种 生完小孩的 哺乳期的妈妈也特别好啊 特别有助于下奶水 是吧大哥 对对对 哇 今天喝特别鲜美的黑鱼汤啊 不到一个半小时 张露鑫就钓上来14条鱼 主要是黑鱼 还有黄鱼 开饭哦 好好好 来到了海王九岛 怎么能够不吃海鲜呢 但是在这儿吃海鲜呀 真的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看一看啊 我们的工具是用盆来装的 这在这世上是让人一看就先流了口水啊 但是吃海鲜海鲜嘛 这个鲜呢是要味鲜和新鲜 对吧 江大姐 你看这儿的海鲜都是从咱们前这些海里捞出来的吗 对都是今天早晨捞出来的 做一个新鲜 哇 太香了 哇 枝鲜肉美 那个 这是我今天钓的是吧 我钓的黄鱼 一定要吃 哇 太嫩了 西鲜鱼就是这么咸这么嫩的 还特别甜 那个鱼肉 所以我们就当弟弟徒做法 焦完以后啊 有这个酱的香味 有这个鱼的鲜香味 慢慢的还会板住一股 这个鱼的鱼肉这个甘甜的味道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 海王九岛的海鲜是我吃过的所有的海鲜当中最好吃的之一 因为我们正好位于这个 黄海北部 黄海北部这个水质啊是特别好的 就是它生长出来的各种海鲜 都应该说 应该这么说 比别的海域生长出来的海鲜 要鲜美的许多许多 真是 好水出好鲜 来吃吧 虽然多了竞争者 可对江燕来说 光是回头客就让他应接不暇 小小的家庭旅馆最多只能住下二十个人 人多了就住不下了 江燕就得把客人介绍到别的地方 我就是自己在心里上当作 因为什么嘛 这客人给人家了 那么将来以后就变成别人的回头客 形势果断的江燕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她买下了临近海边的一处院落 进行翻建和扩建 还起了个名字叫喜鹊林度假村 她的规划是 这个度假村要能够一次性容纳三百位客人 为了扩建喜喜鹊林度假村呢 可以说江燕每年呢都在借外债 到了1999年的时候 江燕的外债总额高达19万元 19万呢 对于海岛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讲 这绝对是天文数字 所以江燕呢一直不敢跟丈夫说实话 即使丈夫不停的追问 江燕也只是说放心吧 咱们的外债只有六万块钱 两三年就还清了 根本就不敢说实话 说实话 怕老人跟着上火 说实话 怕连连居居人家笑话 你这金箍拉这么多 什么时候能还上啊 就怕人家看笑话了 所以自己愿着吧 打到牙板肚里吞吧 干吧 从1999年开始 江燕的喜鹊林度假村 是一边营业一边扩建 到2005年 终于达到了江燕当初设计的规模 接待能力达到每天300人 之后仅仅用了两年时间 江燕就还清了全部外债 她终于松了一口气 并且对丈夫讲出了实情 她说你债太大了 又是我拉那么多机会 你都敢干 从岛上玩了一圈回来呀 特别的开心 但是最开心的事就是 我一进门 江大姐告诉我 特意的给我做了一盘菜 哇 看看这什么菜 这个不就是猪皮冻之类的吗 不是 你尝尝 不是 长得一模一样啊 像但不是 我觉得吧 这个很弹的感觉很像肉皮冻 但是吧 它比一般的肉皮冻要脆 这就对了 这叫鸡毛冻 这是一种海菜 哦 是 我知道海里的鸡毛菜是吧 对对对 但是我特别好奇哈 这个鸡毛菜是一种纯素的海菜 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纯素的东西做出了这种肉质 叫皮冻的感觉 太好奇了 不行 你得教教我 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 好啊 海水退潮之后 海滩上很容易就能够捡到鸡毛菜 可是熬制鸡毛冻是个费时费力的过程 岛上的瑜伽大嫂们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做了 江燕却始终把鸡毛冻看作是海王九岛最有特色的地方想吃 为了让游客们品尝这道细嫩脆滑爽口的美食 他总要忙里偷闲熬制鸡毛冻 这个鸡毛菜要洗完了再再 洗完了再再 反复洗十多次 就是洗一遍晒一下 洗一遍晒一下 要洗十多回 熬制鸡毛冻之前 要先把鸡毛菜反复清洗和晾晒 去除杂物和腥味 然后放入大锅中进行熬煮 煮剩三个多小时以后 锅里的汤汁开始变得粘稠 可以了 可以了 那然后呢咱们给它怎么出 盛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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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对 起锅了 哇塞 太不容易了 足足等了四个多小时啊 终于把这个海王九岛最有特色 最难得一见 最原生态的鸡毛冻给等出来了 哎 看一下哈 嗯一下 哎呀 有点硬 但是呢也特别弹啊 用小朋友的话想叫很Q 我太佩服了当年发明这鸡毛冻的人了 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忽然间有很多的不舍 一呢是不舍这里的美景 第二是不舍这几天我认识的朋友们 正是有许多像江燕这样勤劳的瑜伽大哥 瑜伽大嫂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 成为了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中间力量 不仅呢是为自己增加了收入 同时也为当地的海岛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张露心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生财有道